豪Dee,不知道這樣能否接受 你已經出動了層架床 我真的接受不了 單人床剛才很奢侈,太奢侈了 我現在帶你比較貼地的住屋環境 我能夠出力嗎?我有頸椎病 甚麼?你喜歡吧 好 床也坐不了嗎?你說甚麼 怎樣帶女朋友來?別玩了 也不是空間的問題,是那種… 私隱道 私隱道 但我有朋友有個提示 他當時是住下架床的 他就知道沒有私人空間 他就特地在這裡設置窗簾 拉了它 裡面就是屬於他和他女朋友的空間 這麼聰明嗎? 對 他拿了獎品嗎? 甚麼拿了獎品 這麼偉大學發明嗎? 不可以,但因為沒有隔音 你只是隔了空間 所謂私人空間的東西 真的只剩下床嗎? 對,一個箱子 比一個廁所還小 活動空間也沒甚麼 就是床上,直到床上 而且坦白說,年輕人沒錢置業時 可能你二十多歲都還在睡這座床 你別再說了 我為自己感到悲哀 因為我自己也在睡這床床 真可憐 好弟弟,你又不用灰了 因為不少香港年輕人 都有來這個慘況 家裡不理想,就唯有出門 對,香港的時鐘酒店 又是否真的適合他們口味